大家好 我们养沙漠玫瑰最怕的呢就是它根腑禁腑 一旦根腑禁腑后期呢 治疗是非常困难的 特别是禁腑就直接这个植株就要不了了 大家看我这一盆是我前年买回来的 当时呢是一株小苗 现在养了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了 然后呢 植株不仅长得旺 这几年了都没有出现过难根难经的情况 那么主要是因为呢 我基本上在天气变热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呢 都会给它在浇水的时候加上这一物 加上什么呢 其实就是加上了这个恶梅林 这个恶梅林呢 对于植物的这个根腑禁腑有很好的这个防治功效 那么它可以杀灭盆土里面的这个病菌 可以避免植株了出现这个病菌感染而根腑禁腑的现象 那么这个恶梅林的话呢 使用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在浇水的时候呢 将它与清水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对水稀释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滴在这个清水里面搅拌均匀 再给沙漠玫瑰灌根就可以了 但是大家要注意 我们呢 必须要用的太过频繁 我们大概一个月用一次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 然后在这期间呢 也要注意 这个盆土的透气性逆水性要好 养护环境的通风透气也要达到 然后再做到干透焦透这样一个浇水方法 你的这个沙漠玫瑰啊 几年不烂根也是非常容易的 特别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 再加上雨季的到来呢 我们养沙漠玫瑰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防治根腑禁腑 那么这个二美尼纳就少不了了 好了 本期就分享在这里 我们下期见